歷史悠久的TLPGA老爺公開賽 一月底開戰 吸引九國 多達一百零三位好手來臺競技 爭奪六百萬總獎金 錢佩芸在去年賽季 摘下了臺群獎金後 卻獨缺一座冠軍 現在他已經把目標瞄準 老爺公開賽 我覺得現在臺灣選手的實力 已經越來越堅強 所以我覺得留在臺灣這件事情 應該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只是誰把他留在臺灣 對 臺灣甜心郭艾珍 剛在二四號落幕的 台風國際女子高球公開賽 延長賽逆轉擊敗陳思佳 奪下轉職業六年來首冠 讓她信心大增 希望在關西球場再接再厲 另外從去年七月起 TLPGA積分納入世界排名 對臺灣女子選手來說 是一大福音 就是能夠在自己的家鄉 然後也不用去講其他語言 就是我覺得這會讓選手 我覺得打起來更舒服 因為在自己家 自己家裡 自己家鄉 然後其實就是每個球迷 都是為臺灣人而加油 所以我覺得會 我覺得蠻好的 TLPGA老爺公開賽 是陳思佳轉職業之後的第三站 忘記台風被逆轉的失落 每一站都是新的開始 要和其他女將一起努力 麗萍把冠軍留在臺灣 每一站都是新的開始 馬力訊文采訪報道 他還是練習